《刀狼》的新歌《罗刹》还是自发布以来 在短短20天时间就取得了300多亿的网络播放量 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这首歌不仅重新点燃了《刀狼》的星光 也引发了一场巨大的舆论风波 这个曾经的歌坛传奇 经过一首《罗刹》还是再次回到了众人的视线 但是火热的关注不仅仅带来了赞美 还引起了不少质疑与争议 尤其是湖北的一位名叫《湖北小霄生活记》的自媒体人 小霄,一位勇敢的自媒体人 站出来对罗刹还是发表了自己犀利的评论 她的观点是 这首歌,不论是歌词还是旋律 都让她感到不悦 而对于《刀狼》的嗓音 她直接用公鸭嗓来形容 虽然富有个性 但确实有点刺耳 如此犀利的评论 引起了大量的网友关注 几天时间 小霄的评论下就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留言 其中大多数都是对她的批评和讽刺 但是 真相可能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8月3日 小霄突然站出来 向刀狼和广大粉丝公开道歉 她透露 自己之所以对刀狼和罗刹还是发表负面评论 完全是为了获得260元的收入 是某明星雇佣她做的 事情的转折并没有结束 8月11日 小霄再次发声 她表示要实名举报刀狼 因为她认为所有的麻烦和压力 包括对女儿的死亡威胁 都是刀狼和她的粉丝带给她的 但是 争论并没有到此为止 小霄后续发声 表示自己受到了大量的网络暴力 甚至包括针对她8岁女儿的死亡威胁 对起 不少人开始反思 是不是对小霄的处理过于严重 一个媒体人 只是因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就要受到如此大的压力和威胁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 一个媒体人 因为对一首歌的评价 竟然受到了如此大的压力 甚至不得不为自己及家人的安全担忧 严人真的应该让刀狼或其粉丝来负责吗 很显然 媒体人的评论是欠妥的 但同时 然而威胁他和他家人的网暴行为 确实触及了法律的红线 严人 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或许是当今社交媒体的恶劣风气 因为一个人的评价 就受到了恶意攻击 这是不应该的 同时 将责任推给刀狼 更是毫无根据 这名媒体人的行为 从最初的批评 到后来的道歉 再到现在的实名举报 是受到了外界的操纵 还是仅仅为了短暂的网络红利 我们无法确定 但至少 这一系列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对待社交媒体上的言论 如何确保每个人的发声权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 我们不得不思考 如何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如何确保媒体人的安全 同时也保护艺人的权益 如何确保网络成为一个健康和谐的环境 而不是一个令人畏惧 背离的地方 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来看 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诋毁他人 小肖最初的评论 可能确实有些过激 但这并不代表他应该承受如此大的压力和威胁 而对于刀狼 他也没有做错什么 一切的责任都不应该推到他身上 这起事件真的是让人深思 一方面 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发言权 但这并不代表可以恶意攻击他人 而另一方面 明星和公众人物也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不应该任由粉丝去攻击批评他们的人 刀狼的新歌罗刹还是 犹如一阵猛烈的狂卷风 直接横扫了整个华语乐坛 这是近年来热度最高的一首歌曲 可谓刮起了全网的舆论风暴 一些网友认为 刀狼这首新歌是为复仇而来 当初因为纳英 杨恨 高晓松等人的接连排挤 导致刀狼远离江湖纷争 一度退出歌坛 现在刀狼带着新歌王者回归 可谓一雪前耻 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但也有一部分网友认为 刀狼的这首歌不仅仅只限于复仇的格局 它更大的价值是讽刺了全是欺压 黑白颠倒的昏暗事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 罗刹还是这首歌堪称华语乐坛的神话 然而流量是一把双刃剑 有无数网友对这首新歌极尽追捧 也意味着会有人不屑一顾 甚至大力贬低 所以刀狼的新歌终究 还是没有躲过舆论的反噬 拥有众多粉丝的网络知名作家吴鹏飞 连续发布多条视频陆批刀狼新歌 直言罗刹还是就是文化垃圾 吴鹏飞认为这首歌曲之所以热度如此之高 其中确实有很多人喜欢听 但也有一部分人是被舆论带坏了节奏 纯粹是随波逐流 瞎起哄 所以吴鹏飞认为刀狼的新歌其实是一种假红 而吴鹏飞本人对这首歌的解读观点 更是十分犀利 在他的认知中 真正的好歌应该是百听不厌的 而刀狼这首罗刹海誓 听完之后全身起鸡皮疙瘩 甚至每听一遍 都会越听越恶心 并且吴鹏飞还列举了罗刹海誓的诸多失败之处 一是歌曲旋律不好听 听起来很烦 二是歌词全是拼凑 修改而成的 完全没有真情实感 三是这首歌的用点太多 异象也多 导致整首歌不知所云 所以从吴鹏飞的观点不难看出 他对于刀狼的罗刹海是非常补看好 表面上用了很多的古典异象 实则表明了刀狼腹中空空 没有真材实学 值得一提的是 吴鹏飞认为这首新歌还充满了低俗趣味 打着借骨俯金的幌子 实际上是骂人不带脏字 骂人不点名道姓 以至于纳英 汪峰 杨坤等人 现在屡屡中刀 却又无法反弹 并且在这种舆论氛围之下 刀狼成了正义的化身 而纳英成了恶的代表 由此引发了一场空前的舆论之战 总而言之 吴鹏飞从旋律 歌词 意义等方面 把罗刹海式的每一个方面都拎出来痛批 就是为了说明刀狼这首新歌 其实就是文化垃圾 带坏了乐坛的风气 吴鹏飞口口声声细数了 刀狼新歌的诸多败笔 实则观点偏激 言语激烈 也丢失了文化人该有的风骨 只能说吴鹏飞为了蹭这波流量 是彻底豁出去了 但不管吴鹏飞如何贬低 如何恶评 都没有阻止观众对于刀狼这首新歌的喜爱 纳英尤其背后爱 吸引了大部分的火力 从罗刹海式发布至今 纳英评论区的评论数量 已经超过了700万 而且其中大部分的评论都不太友好 出口成脏者有之 杀人诛心者有之 冷嘲热讽者不少 来看热闹的也很多 反正整个评论区是一场的热闹 对此情况 杨坤和汪峰先后都做出了回应 杨坤的回应不太正式 只在某网友的言论下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简单的一句话 事后再没有深入讨论 汪峰则是在微博发了一段长达20多分钟的视频 仔细聊了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视频中 汪峰否定了自己看不起刀狼 而且从专业角度对刀狼的新专辑进行了评价 整个回应还算是大气 很多网友也觉得满意 不过 一直被网友集火的纳英 一直没有现身对此事做出回应